四室的房子让女儿住厕所 双胞胎儿子一人一个房间 多余的卧室宁愿改成茶室也不给女儿住 这日也是都不带掩饰的重男轻女儿 之所以在网络上引起热议的原因是 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厕所改儿童房失败的帖子 甚至不知情的话看到这个帖子还以为家庭是有多困难 或者家里的房子实在太小不够住不得已才这样安排 怎么也想不到实际情况竟然是这样让人窒息 方正的四室两厅一厨两位的房型 客厅还连带着一个超大的阳台 在和装修公司设计师沟通时 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设计师 设计师建议他不要这么做 表示卫生间有下水 隔音效果不好 非常影响睡眠质量 并且设计师提议可以用阳台来改造 但是对大阳台有执念的博主不想失去阳台 没有采纳设计师的提议 坚持要用厕所改 所以他关注的问题只是怎么做 才能解决厕所管道的隔音问题 而打开博主的主页发现 他的双胞胎儿子才几个月大 女儿也没有小腿高呢 两个儿子的年龄相同 成长轨迹也相同 而且是同性 完全可以做一个高低谱 明明有更好的方案 但还是选择委屈女儿 这才是最寒心的 有网友在评论区表示疑惑 明明正好的房型 为什么非要用卫生间改儿童房 博主回复想多要一间茶室 但是按照设计方案来看的话 其实是已经有一间茶室了 设计师已经将不封窗户的阳台 改成了茶室 这样既有休闲的空间 又保留了大阳台 就连身为外人的设计师 都没有想过要让女儿去住厕所啊 但因为这样两全其美的办法 能留下一间卧室给女儿住 没想到博主 在已经有了茶室的情况下 依旧坚持将原本 可以给女儿住的卧室 改成大茶室 丝毫没有为女儿打算 有网友觉得卫生间改儿童房 这个方案本来就不合理 并建议可以将卫生间改成茶室 而且本来卫生间 就下水管道可以排水 可博主却回复说 卫生间改茶室位置不太好 家不是四室是五室 有两个太子房 一个主卧 一个茶室 一个办公房 试得没听错 还有个办公房 离谱吧 宁愿要办公房加茶室 也不愿意给女儿一个正常的房间 而且她家的布局中餐厅很大 足够再画一部分出来 做个小型茶室了 看到一种说法是 双胞胎儿子为了双胞胎之间的平衡 所以要两个一样的房间 北向的两个不能动 那就只剩下男向的大卧室了 比两个儿子的房间还大 朝向还好 觉得女儿不配 干脆改成茶水间 或许他们是考虑 等女儿长大后嫁走了 他们也就不用改动 不用多花钱了 这算盘打得可真远啊 猪头肉都知道放厨房 不放厕所 心头肉却住厕所 哈利波特睡楼梯间 是因为亲妈没了 他女儿住厕所是为什么呢 真的很怕父母受了网友的气 会把气撒在幼小的女儿身上 他们既然有这个想法 就不会因为大家的气氛而改变 反而会对女儿更不好 真的替女孩感到委屈啊 每天躺在床上 都能听到楼上人家 洗澡冲马桶的声音 而且还有污水管 每天都能听到排水的噪声 女孩又怎么忍受呢 意见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对一个女孩来说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可以有自己的秘密 可以自己在这个房间里 干一切想做的事 可以哭可以笑 可以看书看剧 没有人打扰 在这个房间里 都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看到网友分享 她从没有自己的房间 被压垮的亮衣杆 衣服堆的一脚 和地铺上 怎么扑都乱乱的窝 下面也有相似的女孩们 我也是 感觉自己的长大毫无意义 一直没有自己的房间 家里兄弟姐妹四个 印象里只有哥哥和弟弟有 当他们刷到大数据 那种精致家装的时候 会不会期待自己有一天 也可以有这么一间房间 可以让自己布置 会不会再想这个墙 要是什么颜色 自己需要放什么喜欢的装饰品 光是这样想一下就好难过